有些传统的练法 你会发现练拳头的力量 它不像现代搏襟里面的 带着拳套打出这种力量 而是它需要一个裸拳的硬度 当然裸拳的这种硬度 它对于骨骼的伤害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不义去模仿打这些东西 我们找了两块瓦片 这种裸拳去打 很容易把骨头打伤 大家看到我的手就是 好我们不去模仿这些动作 它很容易伤到我们的皮肤和骨骼 它要的就是瞬间的力量 在我们击打的时候 一定想到的是瓦片的另外一边 好不要动 拿一块 好 因为我们拿到这一单块的话 我们在击打的时候 就跟在击打到某一个物体或者是人 我们想到的是瓦的另外一侧 或者是打穿的另外一侧 而不是想到这一面 否则的话 它的反作用力会让我们的手很疼痛 不上碰到在柯卷 咁它击打到架子 否则的话 咁它 尻比作